高雄市选区重划分后,民进党多由现任立委争取连任,唯独第八选区前阵,小岗,迄今出现党内竞争态势,中央党部中指挥公布初选时程,将于22日至26日进行民调,对此,现任立委赖瑞龙表示,他正持续深入基层,向选民报告三年任内政绩,正面影响挑战,面对同党议员郑光峰内同志的挑战。 赖瑞龙表示初选是民主政党应有的机制,他也会在竞争下鞭策自己。赖瑞龙正面看待有同志愿出来参选,表示党内人才积极,也相信初选后,党内会团结一致,这是民进党与其他政党最大的不同。 赖瑞龙近日展开茶饼会之旅深入地方,向相亲介绍民调的时程及选区变化,他也一一报告过去三年立委政绩,展现寻求连任的能力与决心。 赖瑞龙指出,在空屋部分,他推动前阵小港总数超过10万颗,在中央四次提出空屋法修正。 交通方面,争取捷运黄线纳入前瞻计划,捷运红线南沿,小港机场改建,远海中山中安道路重库等等。 地方经济发展则推国建国造,风力发电,海洋委员会设在高雄,205兵工厂迁移开发等,地方建设争取大林福千村预算,小港森林公园与桂林养生公园开辟,新草芽贷款延长住户开发等,实际回应地方民众需求。 高雄市选区重化后,第八选区包括前阵、小港及原本管毕林的选区期间,且赵天林选区的前阵巴黎,也归入赖瑞龙前阵选区,为此赵天林,管毕林日前陪同赖瑞龙前往高雄市党部登记初选,表态团结力挺,忠实莱斯·布洛克阿兹,会。